字幕提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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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今天又是奇路旅人 那今天要來分享一個是 我們在這個 這個神官加入的時候呢 好像miss掉了一個朋友 就是 因為神官可以引導嘛 那他可以引導夥伴進來 那我們那個時候是 我們在這個獵人的時候引導村長進來嘛 這個年脈的村長嘛 那這個 這個在整體的這個 這個戰鬥幫助下呢 不算是太有太大的幫助齁 畢竟這個村長的年紀是比較高一點齁 然後其實在神官裡面 我發現其實裡面好像有一個人齁 我們應該引導他 因為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法術攻擊呢 跟他的這個物理攻擊 其實還蠻不錯的齁 就是這一位 這個 來吧 加入我們這個酒館的客人齁 看似好像只會喝酒而已齁 但是他這個 引起零更轟這個技能齁 好像似乎貌似蠻強的 應該可以為我們整個 在戰鬥過程中 可能是打BOSS的時候 可能都會 給我們大大的幫助 降低整個遊戲的難度齁 那因為這個BOSS我們已經打完 那我們目前這個馬上來 這個門口這個地方 來做個驗證看一下 這一位酒館的朋友 在這個實戰當中呢 到底帶給我們多少幫助齁 是不是值得 讓他跟我們一起踏上旅途呢 好的 那首先一開始我們先把這個 這個 我這個獵人怎麼很快死了 先吃個葡萄 好 我們先把他們那個格檔給打破齁 然後讓這個 讓這個酒館的客人出來幫我們 試試看 試試他到底有沒有 好 還是抓不到齁 沒關係 先把 我先叫他出來齁 可以叫九次 五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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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OK 還OK 喔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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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好 這裡有 我們期待他下一次給我放個法術齁 感覺應該是 全 那個叫什麼 全體攻擊的法術齁 好 OK 欸 破 一直做球給那個 好 該你表現了酒館的客人 靈根轟 喔 哇這個這個很很不錯不錯 哇這個 哇連三連三下引起龍捲風這個大範圍攻擊 真的蠻強的欸 這個對於我們不管是在打小羅羅或是在打BOSS的時候 他造出一些小羅羅感覺是真的都是蠻好用的欸 不愧是酒館的客人 再給你一次機會 六四還可 喔但他的風系法術很強欸 這個蠻厲害蠻厲害的 欸這個不錯 這個真的不錯欸 我有經驗到欸 我應該在這個 這個這個 前期的時候就應該發現這件事情 但是現在也算是蠻前面 他還是可以跟著我一路走 我可以等到 我要打BOSS的時候再把他叫出來 這個還蠻不錯 就是目前 所以應該說就是如果選神官的朋友 剛開始出來 或是譬如說你剛好遇到神官 在解神官這個時候 可以一開始就來找這位朋友 這位朋友我們看得到他嗎?我們看吧 我們只能從這裡看啦 來來來來來 這位酒館的朋友齁 可以叫九次 不錯不錯不錯 就是我們今天的這個小影片 八方奇路旅人小教室 又是一個奇路旅人小教室 的分享齁 對今天就是做一個短短的來驗證一下 這個酒館的客人實力到底如何 這個 目前這樣看來在前期 非常還不錯蠻好用 蠻適合大家的 對 所以這個我們今天這個 奇路旅人小教室 短短的就這樣子 好下課囉 感謝各位掰掰